在慈濟大家庭年輕的力量 來自於這一群慈青同學 包括七個國家七十位慈青演繹行願 要把建徵大和尚東渡紅髮的毅力和勇氣 帶回僑居地繼續用愛來耕耘 七個國家七十位慈青演繹行願 過去一年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他們 都在僑居地獨自練習 回到台灣三次的集訓就展現彼此的好默契 手指不動我一百千節我 跨越千里入金藏更是一種宣誓 做慈濟手指不動一百千節 穿著下去的事情要像憨世伯一樣 而且我知道這是一條我永不後悔 而且我會永遠承擔的一條路 因為年輕是一股力量要扛天下的米羅 走到更貧困的地方 付出愛而愛的循環 也在泰國的第一顆慈青種子的身上做見證 以前慈濟幫我 是我的幸福 但是今天我出去搬人家 人家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 慈青愛順康是慈濟太北紓困計畫裡 大愛村的村民 脫離貧苦的生活後讓他學會手心向下 入金藏的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 他期許自己明年要帶更多的慈青回到花蓮 不管是家庭背景怎麼樣 感恩心永遠不能沒有 那要既然有這樣的機會讀書 更需要人生的軌道不能有差錯 空間不管遍布在哪裡 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軌道 這個軌道呢 那就是政治 政見 政法 來自全球14個國家地區 將近一千位的慈青 相約2013年要帶更多的人間菩薩 一同穿上藍天白雲向上承擔 大愛新聞 劉玉欣 鄧明儀 華聯報道